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相信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那就是因为汽车隔音效果不好的原因 老师能听到的发动机 吭吱吱吱的声音 这样一来开车难免会受到干扰 驾驶体验感也会变差 那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起跟着老司机来学习一下吧 1.更换蜜蜂条或者是玻璃 有时候车子的隔音效果变差 也跟蜜蜂条有关 车主们应该经常检查一下 是不是蜜蜂条松动或是老化了 即使更换适配自己车型的蜜蜂条 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可以给车子 加装双重的隔音玻璃 这种玻璃的隔音效果 也比普通玻璃强上很多 2.检查汽车排出故障 我们都知道车子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发出异响的 那么要是噪音很大的话 我们除了提高汽车的隔音效果之外 还得从源头入手 把车看到专业的维修店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哪的零件松动了 或者是哪个配件出故障了 才会发出异响 这样不仅能减小车子发出的杂音 还能排出故障 简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3.掩盖杂音 要是以上的检查都做完了 还是不能有效解决的话 那么给自己的爱车加装一点好的音响 在被噪音吵得心烦意乱的时候 来点音乐也是不错的 既可以舒缓情绪 也可以掩盖噪音 不过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 大家只能在实在没辙的时候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